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东西在吧 不好意思啊大哥 你这个不行啦 彻底废了 烧了里边 兄弟 药头谁我给你讲 药头谁我给你讲 行吗 一句话都是钱的 没问题 没问题 大哥 不是钱的事 你说 能修好我能不修吗 对吧 放着钱不挣 我傻呀我 真的修不好了 彻底废了 大哥 大哥 没事吧 你这是要我命呢 大哥 大哥 这个U盘哪儿来的 我从陶乐奇那里偷来的 你又去见陶乐奇了 没什么危险吧 你就这么把这个U盘从他那儿拿走了 他不会发现吗 我掉了个包 我用一个新的U盘替换了他 而且那个新的U盘被我奶水泡过了 他发现不了里面本来就是空的 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它给破解了吗 你试试看 我会这里有什么 我没有想到这个U盘 我急了 我病了 我病了 你生病了 你生病了 你做我病了 你没有没有病了 破解成功 这些是什么 这应该是地铭矿业 洗黑钱的财务报表 果然有问题 你查查看 有没有李卓然的报表 还有十几年前关于唐婉容 在东城的时候买矿的相关报表 怎么对报表的事这么感兴趣啊 我只是比较关心东城的前世今生而已 跟我一样 都是操心的命 这些文件啊 我需要逐击逐个的破解 我呢 回去慢慢查 有什么发现 第一时间告诉你 这个U盘一定要保管好 一定要做好备份 好 董事长 这几天因为看过权的事情 我又去找过陶先生几次 但是就在昨天 他已经明确地通知我说 他对这件事情无能为力了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能力还不足吧 辜负了董事长对我的期望 没事 其实也不能怪你 这样吧 看火拳的事 我帮你跟进一下 好 好 那就辛苦您了 那我先去忙 嗯 嗯 董事长 嗯 喝茶 谢谢 董事长 我最近从此没听到一些消息 你想知道吗 小小 我一直把你留在身边 就是因为 还有人会跟我说真话 我听说 最近顾心言去接触陶乐奇 跟他走得很近 两个人喝了好几次酒 他还会喝酒 真看不出来啊 董事长 您不觉得奇怪吗 顾心言这么积极地想要成立工作室 又迫切地希望拿到看货权 然后又努力地去接触陶乐奇 可是现在 好像一切都显得那么云淡风轻 你想说什么呢 我始终觉得 顾心言对于东晨有一种特别的执念 跟其他员工不太一样 这个我真的没有发现 其实也不是你第一次叫我留意他 你是不是对他有成见 董事长 为什么你们每一个人都觉得 这个顾心言人畜无害呢 其实他是不是人畜无害 甚至他不是人不是畜 而是妖是怪都没关系 关键如今的东晨之举 需要他这一枚我下的棋子 所以你放心 我会留心 顾心言的 我太太她们差不多快到了 我们去接她们 好 到了 到了 在这还没关系 我 sozial了 我却都没带你 如果我开心 你瘦了 还好 好 我这么说 别说得不认识 我才还说你 我坚持你 我让你弄击 对 孟晓晓 李太太 你好 你好 听李生经常说起你 孟晓姐很能干啊 没有 是董事长调教得好 对了 我最近比较忙 可能没时间陪你们 我先让晓晓陪你们去转转 好的 好 回家吧 来 长这么高了你 你个兔崽子 这么重要的数据 这么重要的优盘 怎么会泼到红枣里头呢 我当时真是和他 我这什么都不记得 你个兔崽子 就你这副德行 你耽误我大事你知道吗 我问你 刘盘里有什么东西知道吗 这么多年 我 我这是经手的往来账务 还有一些重要的资料 然后 我还要往里存轮来着 我真不记得 有备份吗 妈跟你真会开玩笑 这么重要的东西 我哪该有备份 交给你一份 你和他 班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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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 真的错了 错了 错了 把一弹给我 快点 告诉你 数据要是恢复了还则罢了 要是恢复不了 你 我 还有咱们地媒 全都得遭殃 知道吗 知道了 你知道个屁 我快想起来 一点都不知道给我记性 还其他上下 你耽误我大事了 知道吗 我告诉你小子 要是数据恢复不了 我就把你扔到非洲为师的 老大 老大 地媒那边有新情况 是地媒一个助理啊 透露了消息 地媒的助理也是你们那个 叫什么助理联盟的人啊 不是 不是 他不是我们那群的 但是我朋友圈里 有一个认识他们助理的人 透露了什么信息啊 那个助理啊 在朋友圈里啊 满世界找能够恢复 优盘数据的人 为什么呀 听说这个马静啊 丢了重要的文件了 林哥 哎哥 没吃饭的吧 路过这儿 给你买了点你爱吃的 泄粉小笼包 怎么样 还是我亲哥的友好啊 哎哥 我刚好找你有事 嗯 这也是顾兴颜 从陶乐齐那儿拿到的 陶乐齐 顾兴颜跟陶乐齐见面了 对啊 这里是什么呀 地媒矿叶洗钱的黑照 这就是马静丢了的那东西 林哲 这优盘我再带走 那不行 我答应兴颜来帮他保管 我不能失戏 你烤杯了吗 烤了 给我也烤一份 你放心啊 绝不会把你和顾兴颜出卖了 另外啊 你这笔记本电脑我征用了 把文件给我烤进去 做一个数据伪装的界面 就是打开右盘就跳出来的那种 然后 把你这里的文件全闪光 各在给你买一新笔记本 明白吗 先哥 我明白了 我现在就做 这一刻激动人心吧 对我自己 对璀璨 都是花时代的一刻 只要你签了字 优质矿产的百分之十的股份 归你了 马总 你怎么来了 马总 你怎么来了 抱歉 打断你们的好事了 我听说马总 好像丢了点什么东西 或许我能帮上点忙 对不起失陪了 建议不说话 好 马总 马总 好 请 你刚才说我丢什么东西了 当然是 最近让马总头疼的东西 我想我就不用过多地提醒了吧 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的并不重要 能为马总分忧就好 正好我略微懂一点数据恢复 要不要试试 试试 嗯 你怎么知道吗 你怎么知道 你去腰里尽头 你给你看的 这该帮助了 你对不起 有变化什么 就有变化了 哪些人 好 一样有货吧 林总 真是帮了我的大方 等等 你这个本子不错嘛 可以借我玩两天吗 送给您了 谢谢林总 对不起 李总 合同不签了 为什么 没有什么为什么 不签就是不签了 马总 这么大的一笔业务 你这么清帅的就放弃了 你可不要后悔啊 你究竟用什么手段 给我挖了这么大的一个坑 要说挖坑嘛 李总才是行家 我不过是 站在朋友的立场上 帮助他分油解难而已 来日方长 来日方长 林总 老总 这按照刚才所说的 价格跟他一样 还有记得 你也不许是 我记得 我许给你 我是 我许给你 你许给你 樊总 我们东陈刚刚拿下了 加拿大资矿 百分之十的股份 这就意味着我们 将降低至少百分之十一点 四二的生产成本 再加上东陈本身就领先 国内的切割工艺 我希望我们 林总 我们的董事会 刚刚讨论出了一个结果 不止一位董事认为 东陈的高层 也就是你和李董事 市场之间 有较深的经营理念上的分歧 这对我们投资者来讲是大忌 所以董事会决定 暂时不考虑投资同城了 这个忙房呢 最近又扩大了 又重新把它录回新的 这边这几批都是新进的 还可以吗 来 来 那边那批呢 是上次在香港打比赛拿了奖的 很精神吧 那这三批是最贵的了 全部都是吃得好的 你看 这批呢养了两年 准备送去香港参加大赛 欣言 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太太 黄佩英 您好 您好 我们公司的设计总监 顾兴严 好 那你们聊 好 来 兴严 你来评评一下 我这匹马怎么样 董事长 我对马没有研究的 但是呢 这世间的万事万物都会有相通的地方 比如说精神 比如说气场 您的这匹马 四肢匀秤 眼神发亮 哪怕从我这个外行的人的角度上来看 他也是一批绝顶号码 总是长好眼光 您不但有灵性 还有武器 谢谢您的快奖 以前我就觉得说 您球打得好 没想到您还喜欢养马 人呢 只有不断发现新的未知的领域 才能激发生活的乐趣和追求 我这个年纪的人尚且如此 你们年轻人都应该这样啊 上架了 这是几年前 我从美国托人买回来的纯种素铺马 我用最好的草料供了他两年 再过两个月 我打算送他去香港参加比赛 这要来每天训练他的时候 多加三十磅的负重 全属一样 李董 这样突然加量马吃不消啊 我花这么大价钱养着他 不是拿来当宠物的 这匹马既然享受其他同类没有的待遇 就应该发挥更大的价值 秦妍 你说对吗 董事长说的自然是对的 以后就这样吧 好 我们出去聊聊 吴长 亲讲 咱们文eadine店你属里拉着你 既然要拿这个价钱 方便 我现在现在地美の价业的合同 已经确定先被林总先行拿下了 那我们的计划不是给他打乱了吗 工作室的筹备工作要尽快进行 董事长 其实这一次我和陶先生的接触过程当中呢 也不是一无所获 他跟我说了一些 十几年前东城的事 十几年前 他跟我说 东城我们的唐董事长 是被人诬陷的 然后他就什么都没有说了 因为他说他也不知情 其实每个公司和每个人一样 都有一段说不清的成长事 现在工作室才是你最该操心的 好的 董事长 我让王婉东和孟萧萧去帮你办 他们是东城的老员工 经验丰富 应该对你有帮助 董事长 这两位的工作能力我非常地敬佩 但是 让这两位这么重量级的总监 来到我这小小的工作室来 会不会影响到公司其他业务的运转 他们来也只是助你起步而已 你放心 只要工作室走向正轨 我就把他们从你身边挪走 我会捆你手脚的 嗯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李卓然这么干 就是派提系 监督你 一个销售总监 一个财务总监 一个是进钱的渠道 一个是管钱的衙门 看来董事长是想要在我工作室的账上 做一些文章了 果然是这样 我早就觉得 李卓然想用工作室洗钱 你是工作室的辅导人 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 一难辞其咎 你甚至会犯法的 我建立这个工作室的初衷 是为了接触到陶乐奇 现在已经实现了 但是我的想法变了 我觉得这个工作室 要好好地 真正地建立起来的 你得考虑清楚 现在遇到的情况 比以往任何时间更加凶险 更加实惠 班牙齐 监督兰娜 陶乐奇 这三个人的合理 都没有现在的情况更加难以对付 这些我都知道 但是我没有退路 我懂了 你放心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我 都会陪在你身边的 跟委嘞 不管是吧 怎样了 还收获了你这个珍贵的朋友 有我在 技术丰面无有 味道好惊喜啊 李董好品味啊 您现在品尝的这酒啊 是拉图尔酒庄零八年生产的拉图庄园 今年正是品尝的好师姐 董事长 您找我 晚东啊 先坐 来 你来试试 看看怎么样 好 董事长 您挑的东西不会错的 多拿两瓶 好的 这个 你去看 温东 今天叫你来 是说说新工作室的事 我已经跟顾欣言交代过了 由你来监管他工作室的财务工作 好的 董事长 但是 公司财务部副总监的人选 一直没有确定下来 我这两边跑 怕是会顾不过来呀 这个问题我想过了 你可以酌情找个合适的人 盯工作室这边 但主要的账目 还是要由你来把关 金手 没问题 董事长 您放心吧 董事长 我一直都觉得 顾欣妍这个女孩 虽然年轻 但其实并不简单 您真的信任她 让她激动这个工作室啊 我信任的不是她 而是你 明白了 董事长 董事长 您的酒 这两瓶酒今天带回家 谢谢董事长 这 多不好意思 其他事情呢 就不需要你操心 我有我的打算 你只管把工作室的账目 我做得漂漂亮亮 您赢得的 一分都不会收 董事长 您放心 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信任 走走走 来 我给您倒酒 当务至极 是把孟潇潇和欧暗东 从工作时刻离开 但是又不能把咱们两个 同时踢走 否则太明显了 没错 要是这样的话 董事长就会对我更加不放心了 孟潇潇这个人 我一直没太看懂 她对你 也没有表现出具体的好恶 这个王婉东 倒是一直战队明显 而且 她还掌握着财务大权 李卓然如果想用你工作室洗钱的话 也必定会由王婉东经手 还是得尽快把她从工作室请走才行 好 我会全力配合你 你弄得装修这是啊 插座都弄得啊 家具后头去 掌握一掌脑子 这不可能就只有一个插座了吧 我跟你说姓 言真不过我吐槽啊 装修弄什么玩意 这都是 王总监 顾经理 您这是 我在装电脑 这种脏活怎么能让你来干呢 董事长交代过了 让你装心搞设计 以后这种琐碎的事情 就交给我办吧 行 那就先谢谢王总监 我先带您去财务办公室看一下吧 行 这边请 这边 工作室现在刚刚建立起来 所以有什么不完善的地方 还要请您多多担待 顾经理您客气了 还好 我派过来的员工也都是 我们财务部新招进来的新员工 环境艰苦一点也没什么问题 新员工 对 你来了 顾经理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刚刚招进来的 财务部的新员工 杰克 顾经理好 你好 杰克 你们原来在公司 应该见过吧 见过 见过 不熟 不熟没关系 以后会慢慢加深了解的 杰克 以后这样的财务工作 你就多费心了 谢谢王总监 我说现在是我们财务 他先给我挂了 什么情况他 我就打电话问问 这电路布局的事情 然后呢你猜跟我说什么 说他们就是按合同做事 盖部负责 你说气不气人 按合同办事 这个装修合同是谁签的 应该是工程部里边签的吧 我先去查一下 顾经理 这些呢是你以前画的一些旧图 但是没有被采纳 要不要我帮你收起来啊 晓芹 你还是叫我新颜吧好不好 这里是设计部搞设计的地方 你一口一个顾经理顾经理顾经理的 我谢谢你啊 好 孟总监好 恭喜啊 经理 孟总监 恭喜你这么快 从总监升任经理啊 这可是要羡慕死我们在原地 打转好几年的总监了 您可是销售部总监 沉重如山哪 行了 带我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可以啊 来 这边请 欢迎参观我的新办公室 顾大设计师啊 你这个办公室装饰的也太简单了 我反而觉得这种天然驱雕饰的风格 还挺适合我的 还是你好说话 这一看工程部就拿了不少的回扣 你自己看 这不糊弄人吗 没关系了 我不介意这个 来来来 请坐 欣妍 不是我要你强出头 我呢只是想告诉你 在公司里啊 该说的就要说 该争取的一定要争取 否则你自己委屈了自己 没有人会念你的好 从小到大呢 我都相信一定要尽人事听天命 是我的 终归是我的 不是我的 再怎么争取也没有用 听你这话的意思 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呢 你是不是觉得 所有一切事情都是主动向你靠近 而你从来没有主动争取过 那这当中 是不是也包括人啊 当然不包括人了 人是很特别的 两个人能不能靠近 能靠多近 真的不是 靠你主观就可以决定的 这取决于两个人之间 气场合不合 机缘倒没倒 这家伙 年纪不大 懂得倒不少 对了 董事长呢 特别交代过 你的工作是刚刚成立 所以 销售工作还是由我这边来承担和对接 这样一来 可以给你省了很多的精力 谢谢 我 姚潇啊 最近一直没见着你 忙什么呢 公司这么大的人事变动你不清楚啊 顾仙岩的工作室 就是弄起来了 我跟王婉东 过去负责那边的销售和财务工作 对了 林哲也被调过去了 林哲也过去了 不知道王婉东什么用意 工作室那边情况怎么样 刚办起来还能怎么样啊 百废待兴呗 不过顾欣妍呢 倒是没日没夜地 加班敢设计 估计啊 是想通过 第一个设计作品一炮打响吧 工作室就顾欣妍一个设计师啊 李卓仁安 没多给她派几个助手 你在关心顾欣妍啊 你喝点水呢 喝啊 你后面打算怎么办啊 走马换匠 进来 孟总监 你们有事聊 我先回去了 不喝口水了 不喝 老大 老大 这个白细宁啊 有了新的情况 说说 他们呢 虽然没有查到这个 他的入境记录 但是他们走访了 唐总的前保姆 保姆怎么说 这个保姆啊守口如瓶 坚称没见过白细宁 但是他们邻居说呀 前些日子 一直有个年轻女孩去探望她 每次这女孩走的时候 这保姆是微笑着相送的 他们还说这女孩呢 大约二十多岁 挺有气质的 就不像是本地人 还有吗 没了 有有有有有 他说那个女孩扎了一个丸子头 丸子您知道吗 哎 待会儿你出去的时候 把门给我关上啊 进来 欣言 哎 我去过工厂部了 怎么样 那些厕所起皮 还有财务室地板不平的事 根本没有责任人 更不知道找谁去修 合同呢 合同上面应该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啊 别提那个合同了 工程部的人说 合同走完流程就封存了 而且啊 我套到了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啊 咱们工作室的这个装修公司 是王婉东的亲属推荐的 这个消息可靠吗 可靠 那就能说明很多问题了 你先别管这些 尽快进入工作状态 别睡觉吧 好 倪子来了 来来我来我来 小心小心 来 来啊来 你占的太辛苦了 先做这把鱼了 哎呀 这工程部的效率 太低了 都这么久了 半冰品都还没弄稀 那些装修合同你找到了吗 我听工程部的人说 这家装修公司 是王婉东的亲属介绍的 所以工程部也只是 象征性地走了一个程序 合同细节都没有看 不是 任用亲属这事 可以理解 但这质量也太差了吧 那怎么办 我们现在时间精力 都没有细究这件事情 这件事交给我 既然从咱们这边找到合同 那又从乙方找通话 可以是可以 但是问题是我 Jacky 小青 我给你带了一杯 那个手工奶茶过来 秦妍 我不知道你也在这儿 所以只带了一杯过来 没关系 行了 那你忙 我先走了 好 Jacky啊 那个 平时老喝你的饮料我们的 我特别不好意思 你这个奶茶你一定把它喝完啊 谢谢 我先整理东西 好 太友 真是对不住啊 刚进工作室就让你加班弄那么晚 说实话 我确实想跟你多待会儿 而且我觉得生活真的挺美妙的 一不小心哪 我的愿望都实现了 你什么愿望 我跟自己喜欢的女孩生活在一个城市 将来在这城市万家灯火中 能组建一个家庭 能亮一盏小灯三个小布 挺好的 行妍 有时候我觉得你太善良了 你得提防着身边的人 提防着身边的人 对啊 我觉得叶小青在监视你 你别胡说 小青是我进公司到现在最好的朋友 我们俩形影不离的 但我觉得这种形影不离啊 是被动的 我在公司看到它门外的人影啊 我就想起我当黑客 公布别人电脑的心情 什么心情啊 你也没当过黑客 你不知道 我也说不清楚 反正你就 提防着点他 好啦 你别叠中叠了行不行啊 我工作室总共就那么几个人 而且都是我自己带来的 只有一个你 是从财务部里调过来的 但是在调过来之前 就被我策反了 就像你说的 这个世界那么美好 哪有那么多需要提防着的人 不过说到小青 我觉得她挺不容易的